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脸 是 你先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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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衣服脱了 咱们上了 你有病啊 背影已经很帅了 我春花是几世修来的府分 等在今生遇见她呢 在下姓马 明体体江湖人称驴体子 是也 好多蹄子 好多蹄子呀 我不想再跟你说废话 不想再说废话 好 姑娘好利息 不如我就直说吧 前些日子 你打了我大哥一个大嘴巴 今日我要讨回五个 姑娘 没有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抽了她一个 我要打回你五个 怎么还不给信号 不到啊 这个废物 他在搞什么 袁兄 这位是马大哥 马大哥 人都到齐了 到齐了 嗯 那我就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 请 总是愈合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了 拿出你们的兵刃 下面请马大哥 转交郑王爷的命运 姑娘 你听我说 你打我 这事咱们就算过去了 但你打我大哥 你必须得要向他道歉 你可能不知道吧 在这一片 只有别人向冲花道歉 没有冲花向别人道歉 潘警 带人进去看看 是 走 这次 念要拿下冲花 那臭鸭子 走 走 弟兄们 给我上 走 不好 有埋伏 哎 聊了呢 打倒了 就这么说 我 走 你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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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花 太走 丁花 太走 哎呀 头还挺硬 还有谁 你给我等着 封锦厂户 走 是 大人 人呢 跑了 活的呢 一个都没有 出发了 没有 没有 你在里面搞什么鬼 为什么迟迟不发信号 我这不是刚要发信号吗 他们人就冲进来了 结果人冲进来了 他们就打起 他们就打起来了 结果他们打起来之后呢 然后我就 啪 啪 把这个打倒 啪 把这个也打倒了 啪 把这个也打倒了 然后他们人就跑了 你就穿这身衣服 跟他们打的吗 好 真理性 别理着 挺好看的 走 龙大人是在你们扬州失踪的 就要你们负责 如果龙大人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要了你们的小命 邱大人 龙大人的失踪 我和牛大宝会负责的 你负责就得了 我负什么责呀 您给我们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如果再找不着龙大人 我跟牛大宝提头来接 你提头 你找不着我提什么头啊 我 好 我就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三天 如果找不到龙大人 我自会要了你们的狗命 要他命 原来你没必要要我命 我跟你讲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您要是不放心 我跟牛大宝 今天就在这儿给您立些生死状 你立就行了 我为什么要立生死状呢 好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套 生死状 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拿上来 什么时候 谢谢你啊 那 我不想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 邱大人 生死状在死 请您说好 你俩还站这儿干什么 也是 坐坐坐坐 来来来吃个肠子 我不吃 你俩心怎么这么大 还不去找龙大人 找龙大人 快走快走快走 路上吃吧 走走走走 把龙大人给我找回来 我回来了 大宝 你回来了 怎么无精打采的 你去哪儿了 我送的那个亲手缝制 独一无二 长得像鸡似的那个鸳鸯的手帕在哪儿 在我这儿啊 可能放在屋里了 你找手帕做什么 我今天在封面看见你了 你呀 不该去的地方别去 不爱做的事你别做 你说什么呀怪怪的 你放心 我就在家里等你 哪儿也不去 算了 算了 实话跟你说吧 龙大人失踪了 那个球大人非让白大哥 三天之内必须找到龙大人 如果找不到龙大人 白大哥就得提头来接 而且白大哥签了生死创 连我也签进去了 你说我对白大哥那么好 他不是白眼狼吗 现在我小命休矣了 咱们俩赶紧出去跑吧 大王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都听不懂 我说得还不清楚吗 谁是白眼狼 我是 带头啊 不要 不要 我要晕了 我要晕了 白虎狼 你绑上我干嘛呀 我绑你是为你好 我要不把你绑走 那求情乐肯定得怀疑到你找你麻烦 我们这儿去哪儿啊 去嘉宁 去嘉宁干嘛呀 你 你找着龙丁海的线索 那不用你操心 我自有办法 大王 你 你 对红帮怎么看 什么红帮 红帮的玉额 玉 玉额呢 你没把玉额怎么着吧 人还 那是我娘子 也是你弟妹 不是 那是 那是你弟妹也是我娘子 可是那个 反正就那意思 我能把她怎么样啊 对吧 你绑着我干嘛 绑 我怎么为你也好啊 你给我松开 我为你也好 把脸来给我松开 别老玩我这俩球啊 好玩吧 平生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美艳的青龙女子 而且是以这种打扮 这位姑娘可否喂我一口酒呢 你得饿吗 不饿 你别吃了 找龙大人的事你有把握吗 你放心吧 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和哥们的性命开玩笑 再说你这样吃我看着是不道德的事 给 你给我来泡澡 你为什么不把我解开 不把我衣服先泼了 人家明明给准备了两个盆 为什么你非要给我泡在一个盆里 我这是为你好 好 可以 我喝杯酒吗 喝你大眼 吃吧 吃 吃啊 吃啊 生死状期限就剩一天 你说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 我还想害你呀我 你吵害我了 两天了 我的衣服都泡掉色了 白岸哥 你不领我去找龙大人 你领我吃完就泡澡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明白啊 喝杯酒呗 你都这岁了还坚持干那孩 也挺不容易的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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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你都演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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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又没有我去打死你干什么 刘大宝 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天 你还想做点什么 我要离你远一点 轮到你了 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打我 想救出龙大人 不受点伤怎么行 你等一下 白布图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打我的话 我跟你讲 我回杨州我不会放过你的 早点 宾 舍法 样子 猛 恨 你找我合适 当然合适 我的意思 是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是 杀了你 为什么呀 因为你是红帮的人 我不是啊 不管你是不是红帮的人 我不能让你连累我 我能提报你 就能烧来你 大哥 你能换个地儿吗 你还是扎那儿吧 白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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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白大哥 不是 那个人为什么捅你啊 你为什么把我打晕了 你是不是想逃跑啊 龙丁海在哪儿 你告诉我呀 大宝 有一些话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挺好了 你说 切记 我没听见啊 白大哥 你再说一遍 好 那我就再说一遍 好 一定要记住 我还没有听见啊 白大哥 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来 были ели 哎 Fly 他 他 爱情静静地走后 白涛哥你怎么唱起歌来了 你唱什么我听不懂啊 白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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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落干吗 我还没死呢 临死之前 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你 要不然 我咽不下最后这一口气 你说 神不相瞒我是红帮的人 这次龙顶海来扬州 就是为了揪出我 红帮上级 本来想揪集各分度 研究怎么保护我 但是没想到那封密信 落在了你手里 而且让龙顶海得到了 我只能临时决定 在你的婚礼上 劫持龙顶海 我也赶紧回去回去说 我那院子太乱了啊 我也走了 你慢慢让我回走啊 我和大宝相识多年 我了解他的为人 而且龙顶海对他印象不错 这次万一我有什么闪失 就让大宝顶上去 现在我来讲一下咱们的计划 当天龙顶海一定会腹痛男人 他来到牦房宽衣解带 往这儿一吨一吨酝酿 到时候我们就会听到 爆爆两声巨响 这就是他放的笔 我们就以屁想为令 从密造冲出来 我们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然后再假装演一场 营救龙顶海的戏 这样就能得到他的信任 没准还能提拔我 从而得到更多的情报 大宝 我不行了 假装营救龙顶海 得到他信任的重任 就交到你身上了 走 白大哥 白大哥 龙顶海在哪儿 你还没告诉我呢 白大哥 龙顶海在哪儿 你没告诉我呢 白大哥 大宝 你干什么 大宝 你干什么 走 我们走 牛大宝 去哪儿 你要带我去哪儿 走 我们远走高飞 发生什么事了 白大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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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更不能跟你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红帮的人 红帮扬州分斗黑棋就是我 不但我是红帮的人 白红土也是 他是红帮扬州分斗红棋 不管你什么黑棋红棋 我不想听 你必须听我说完 这是帮中的编制 黑棋掌管内务 红棋是大总管 掌管外务 那那表哥陈旺然呢 他也是红帮的吧 是 陈旺然不是我表哥 他是红帮扬州分斗兰棋 专门负责巡查 迎风 接驾等事务 大宝 我们都是反清复明的义士 不管你是不是红帮的人 你嫁给了我 你就是我夫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我要你走 你就必须跟我走 我就不能跟你走 你告诉我 白大哥是怎么死的 就被一个挺高的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扑扑两刀就同死了 看清楚他也长相了吗 我都吓死了 我怎么会记得他长什么样呢 我求求你我们走吧 我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不好 白大哥把任务交给你了是吗 大宝 白大哥已经死了 你临危受命 你怎么忍心辜负白大哥的一番苦心呢 我知道龙顶海在哪里 我会协助你取得龙顶海的信任 你知道龙顶海在哪儿 现在离初八还有几天 没几天了 你跟玉额的事怎么样 有眉目了吗 有什么眉目啊 提一百次亲了 一次都没沉默 今天晚上再提一次 我保证你能沉默 你 愿不愿意 我愿意 不是 玉额答应嫁给我了 就没骗我 真的 真的 你高兴点啊 那你嫁给我 我跟绑架龙女孩有没有关系 当然没关系 没有关系 玉额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嫁给我 我们拜了天地 我们拜了高堂 你就是我的夫人 你就应该听我 我们两个人就应该一起去过平淡的日子 这不对吗 我们去哪里过安稳的日子 我们去哪里过安稳的日子 你身上有生死症 求清月不会放过你 蜻蜓更不会放过你 大宝 我求你了 你听我的 你把龙顶海放了 我们不就能过平淡的日子了吗 清狗不除 这天下哪有安稳的日子 刘大宝 好男儿志在四方 你如果还当白大哥是你的亲兄弟 如果你还爱我 你就跟我们站在一起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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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把刀打下来 刀打下来 你说吧 有什么计划 大宝 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告诉你 龙顶海 被关在成熙树林的小木屋里 什么人 在下扬州大侠牛大宝 叉叉 叉叉 妙童小技 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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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龙大人 龙大人 坐 起来 年轻人 我叫重龙 龙大人 在下只是行侠仗义 听天行道 如果真的朝廷需要我 在下一定接近权力 在所不辞 这就是你们的计划 然后呢 然后你就隐藏在龙丁海的身边 为反情奉云 接近权力 在所不辞 然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完成白大哥的遗愿 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白大哥什么遗愿 到了京城 跟着龙丁海替红帮做事 你就有机会可以接近皇上 接近皇上了 你就有机会可以刺上皇上 大宝 反情复明的重担 就交给你了 这个我真做不到啊 我相信你 太阳我干嘛 加入红帮 然后呢 杀皇上 我要是不去呢 你要不去他就不爱你了 啊 哦 知道了 秦大人 牛大把让我们一惊天就在这儿等着 现在都已经五惊天了 他怎么还不来呀 再等等 他要敢耍我们 回去我就弄死他 嗯 走 说好了呀 二哥们天 这都五更了 让我们敲得加钱呢 你等等 我去请示一下 狗仔 您 您带我兴呢 待会儿抽进去 你把你们全杀了 股市说超实了要加钱 来这儿何人 在下 扬州大侠 牛大宝 牛大宝 我看你像牛大便 这位兄台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牛 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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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我需要向我警示 嗯 好 擦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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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 接着枪啊 白大哥临终前 已经寿命让牛大宝顶替他了 反正我觉得不合适 龙气都忘了 给我打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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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给你击撑 我给我给你击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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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 用不用去帮他 先不着急 看一看他到底耍什么把戏 我就不相信白大哥 我会让这么一个窝囊费 进入他的医院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了 这现在就是实事 你下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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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你下来 你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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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刘大宝是不是窝囊费 我不知道 但这现在是唯一的办法 你下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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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 滚 滚 来呀 你下来 你滚 滚 滚 来呀 他到了 你滚 滚 滚 你滚了 狗贼 你要跑得慢点 你把你们打鞋半块 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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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大 我 你们这些狗仔 吃了雄心包子 居然敢用门撞龙大人 我跟你拼了 我要跟你决斗 走 我们去看看 不要跑 大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哭了 大人 我看你被人折磨成这样 我真的心疼啊 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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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我轻轻地开门 你们使得那么担心干吗 干吗 你看把龙大人撞 大人 你没事吧 没事 龙大人 小的旧驾来迟 让您受尽了 小心点 你年轻轻轻 难得你有忠心 有孝心 真是可荣之财 龙大人不必夸奖我 只要您好好照顾自己 继续做我的父母官 你能不能先把龙大人松绑了 然后再抬马屁 我来 大人 我给你收拾拍包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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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您先 没事 我来 这点小风死了 珍珠茶 上来的 压精子了 有难请慢用 想不到你还会点功夫 那小的哪会什么功夫 那都是小把戏 唬人的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下落 此事说来话场 请听我娓娓道来啊 其实我早就怀疑 那白红兔有问题 因为在龙大人失踪之后 他居然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 说三天一定能找到龙大人 我就在想他一定就知道 你的下落在哪 当我跟他去了嘉宁之后 我就暗中地跟随 发现三天的时间 什么都没干 吃喝玩乐泡满 我就断定他一定是空帮的人 于是我趁他不备的时候 在他背后偷袭他 给他打倒 趁他只有一口气的时候 我就威胁了 如果你说出龙大人的下落 我就饶你不死 没想到 他就真的说出您在哪儿了 当他说出您在临终小屋之后 一下我就气费了我那两个炸 不是 气炸了我那两个肺 我这生气也要再想 你这是冒犯龙大人 你敢绑龙大人 骂得他狗血喷头 我还不解恨 我趁机拿出去把小刀 我就咔 我就这么扎他一下就干 咔咔 就这么扎一下 咔 血流不止 他就死了 好了 没事了 你下去吧 是 对了 白红兔的尸体 那个 我救龙大人心切 我 没 没管他 我就扔在那儿 启禀龙大人 白红兔的尸体 被人越过来了 把他斩成八段 扔到林子里为了啊 是 尤大宝 你先回去吧 随时听后猜浅 你要彻底清查 是谁绑架我的 婚礼上所有人都有嫌疑的 包括这个马匹精 邱大人 尤大宝来了 找我 让你来呢 也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想问问你 成婚的当天 都来了些什么人 阿全 大壮 这都是我的 邻里街坊 朋友 还有那个做喜宴的 请的 酒楼的厨子 那你把这些人呢 都叫过来 千万一个不要落下 我只是简单地问问话 问完以后呢 就让他们回去 放心吧 大宝哥 我们可是行的正做的直 你带我们来这儿干啥呀 哎呀 你别害怕 这是说了嘛 就来 来问问话什么的 估计也就问问 生生八字啊 问问那天吃饭都有谁啊 就这些 想办法什么呢 呀 咱们打电话 你别老看 谁啊 你别老看 你老看 你别老看 你老看 你老看 as今 白大哥是我杀的 他们好像信任我了 那就好 总算没有白费我一番魔话 这下白大哥的全校有职 也能安心你 那白大哥的尸首是你们送过来的 是 龙顶海这个人心非常重 必须这样做才能坐实这件事情 白大哥死得实在是太惨 黄花依那帮人心肠也太狠了 你现在总算是知道黄花依那些人的残忍了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接近龙顶海 成为他的心腹 不行 我怕我做不到 我又不会功夫 到时候出了事我再连累你 大宝 我相信你 以你的聪明才智 你一定可以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的 我哪有什么聪明 我哪有什么才智 还毫发无伤 我跟你讲 那帮人啊 杀人就像暗死一只蚂蚁一样 只要是他们怀疑的人 他们全给杀了 邱大人 那人我都给你带过来 大宝啊 你伤得不轻 回去休息吧 你们跟我走 大宝 我还得带我老杨去看狼鹿吗 我还得去菜地干活呢 我的鸡汉没味呢 那个 大宝哥 我们俩今天没事 可以在这玩一天的 我还得帮你 就还得你 我还得帮你 都跟他拥了 你 Leon 我还得帮你 你怎么办 还得帮我 我还得帮我 你走啊 我还得帮我 你 我还得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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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帮你 我还得帮你 三 二 三 走 三 大宝啊 我是看着你长大了 虽然你没把我当做亲爹 可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儿子 这对林卓子 也是孙伯的传家之宝 就算是给新娘子的彩礼吧 四 这可是我全部家的 你拿来把那么多废话的 大宝哥 虽然我没有十辆银子 但我出了十辆银子的力气 你看这都是我扶植的 哇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有办法吧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有办法吧 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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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冰棚都来了 我马上准备吧 好 来来来来 好 好 好 只要我还活着 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鱼儿 糟了 糟了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大宝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御神 孙伯 小泥就小牛蛙 他们所有人都死了 你说什么 他们被龙顶海杀了 都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是个扫把星 你把他们磕死了 你胡说什么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了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你把他们磕死了 从你进来他们就都死了 你 大宝 我不想听 对 我大生怕死 现在所有人都死了 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想回来我求求你 你离开这个家好不好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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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远远走 滚 滚 牛大宝你 滚 滚 斌 滚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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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